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个wallet的string request的用法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wallet的json request的用法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下string request的第三请求 我们使用一下这个接口来练习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接口文道 这是一个百度API store 在这里边有一些免费的接口 我们平常做一些小应用或者做一些练习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我们先来使用一下这个乘语查询接口 这个是他的接口1r 这个是请求方式 这个是请求头 需要一个PPIK 这个在这上面申请一下就可以得到 然后他有一个请求参数 参数名是kword 类型是string 好我们了解完之后来进行一下 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 建一个request queue 对 请求对立 这个进行 是进行统一的 请求管理 new request queue 这里传入 上下文 接着我们 有一个string request 我们看一下 他的 构造函数 这里可以传入 一个请求方式 这是URL 这是两个listen的 因为这个 接口是带参的 我们可以在URL上直接把这个参数先拼接 拼接上去 我们来定一个string URL 命名为URL 然后 把这个地址 写上去 再定一个string 再定一个string 这个是Pyro 然后把这个参数名和 以建制对的形式 填上去 我给 等于 默认为 页 这个要英文的 双印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手动的拼接 URL Pyro 等于 URL 加 URL和Pyro之间需要有一个问号进行连接 好这里我们就进行一个拼接完成 然后我们把这个URL放进去 URL Pyro 这里需要一个 Listener的监听 你有一个 Response Listener 这里是一个 失败的 回掉 好我们在这里上面一个TestView 把 请求显示出来的数据 显示在这上面 FindView ById R. A. D. TestView 对他进行一下 类型转换 我们 我们在成功里面 把这个成功信息进行一下显示 SideTest Response 就是 在失败里同样也这样 Aerror 点 GetMessage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口文道 他需要一个请求参数头 我们 是一个 EPIK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原文件 SideRequest 是继承 自Request的 而Request里面 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 Get GetHeaders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头加进来 这里我们新开一个代码区 对这个GetHeaders进行一个复写 在Request里 GetHeaders 在这里 他会返回一个 Map 对象 Map 结合 我们这里声明一个 哈希Map 定义为Stream 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 哈希Map 然后把那个头加进来 Map.pull 的 参数名是 APIK 值这里我已经 我已经事先声明了一个 厂量 APIK 然后返回这个Map 好 好 这样我们就书写完了 最后 把这个 StreamRequest 加入到 Request Cue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请求成功 这里边就是他返回的接线数据 这是一种传递参数的方式 我们再看一下Request的这个类 可以看到他还有一个 getParamus 这个方法 我们同样可以复写这个方法 把参数传递到这里边 我们来试一下 同样还是在这里 我们复写一下 getParamus 那个方法 他同样也是返回一个 Map集合 我们把这句话复制一下 然后把他需要的参数传进来 第一个是 KWord 这是一个 页 我们把这个 UIL 改成 不带参的 同样可以把他的 请求方式改成POST Method POST 好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他同样可以请求成功 也就是说这两种方式都是适合的 好 这样我们就讲完了 StringRequest的 代算请求 接下来 我们来 学习一下 我累的 JsonRequest的方法 首先我们 看一下 JsonRequest的 这个 原代码 JsonRequest 我们可以看到 他同样是 既成字 Request 和 StringRequest的 一样 都是既成字 Request的 但 不同的是 JsonRequest的 是一个抽象方法 所以我们不能对他进行实力化 但是我们可以对他的子类进行实力化 JsonRequest的 JsonRequest的 有两个直接的子类 一个是 JsonObject Request 一个是 JsonArray Request 从名字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来 第一个是 一个是 请求一段 Json数据 一个是 请求一段 Json数组 我们 接下来以 JsonObject Request 为例 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以这个接口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接口文档 这个是一个空气质量指数的 接口 进行查询一个城市列表 它 只需要一个请求头就行 没有一个特别的请求参数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还在main activity 同样 我们 nil一个 Json object request nil JsonObject request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可以看到它同样也有好几个构造函数 这个是请求方式 第2个是 UIL地址 第3个是 RequestBody 就是请求的参数 然后 两个回调的listen 如果你不传method的请求方式的话 它默认的会为get的方式 好下面我们 你这个 来试一下 第1个是一个 UIL地址 我们直接把这个地址 复制过来 第2个 第2个 同样是一个 Response的回调 第3个 Arrow的回调 我们在这里边把它的 信息显示一下 SetTest Response 第2 ToStream 这里 TestView的 SetTest Arrow的 GetMessage 它同样需要一个请求头 我们在这里 生命一个代码块 把这个请求头加进来 好 接着我们把这个 JsonObject Request 加载到Request Queue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请求成功 它返回了 它返回了这个接口所有支持的程式列表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JsonObject Request 或继承自JsonObject Request的对象时 如果提交一个Post的请求 它如果有参数的话 必须以JsonObject的JsonTray方式提交 而不能通过重写 重写GetParrow的方法进行提交 这样的方式是不管用的 下面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 它为什么是不管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JsonRequest的原码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它对这个GetBody 里面进行了一个重写 这个MyRequestBody 是它传入的参数 它继承自 Request 但那个 GetParrow Get GetParrow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Body 这个GetBody里面 它对这个GetParrow 进行了一个 处理 但是你如果在这里重写的话 它就 接收不到这个GetParrow 如果你使用 JsonRequest的 方法或者 继承自 JsonRequest的类的话 它的GetParrow 方法是不管用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 我们使用 Wordley这个框架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极度开源的框架 你完全可以自定义 Request 方法 进行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节 JsonRequest 方法 JsonObject Request 方法使用和 StringRequest 差不多 同样也是先建一个 Request Kill 对象 接着创建一个 JsonObject Request 然后把 JsonObject Request 添加到 Request Kill 最后还有一个 JsonArrayRequest 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它的原代 Json ArrayRequest 可以看到 它同样也是继承自 JsonRequest 也是同样有几个 构造函数 这里我们就不进行 过多的介绍 它的使用和 JsonObject Request 是差不多的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